都说懂个锤子 但你知道这样一把锤子吗 一旦敲下去后就不会反弹 如果让它和普通的锤子 从同一高处同时落下 可以看到别的锤子欢乐弹跳时 它像死了一样无动于衷 实际上这把锤子的名字就叫死锤 按理说一把正常的锤子在敲击时 会受到接触面的反作用力而迅速弹起 但为什么死锤能消除这种反作用力呢 轻微晃动一下 里面好像不是实心的 来到我们经典的拆分环节 原来它不仅空 还装了一大把小钢珠 难不成它们就是死锤装死的关键 你没猜错 和我们平时用的实心锤不一样 当你用死锤敲击时 力量可不会在敲击的瞬间施加给桌面 来看个测试图 当锤子快速落下时 里面的钢珠在惯形的作用下 会聚集到锤头的上端 所以就算锤头和桌面发生接触 施加给锤身的力量 也不会立马传递到桌面上 而是分散给数百颗钢珠 随着钢珠的下降 这些剩余的力 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撞击时产生的反冲力 最终阻止锤子弹跳 不过这并不是说它完全不回弹 只是与普通的锤子相比 它的回弹性很小 给人的感觉会更死一点 死锤又叫无反弹锤 那该怎么制作这把锤子呢 这里为了避免锤子表面受损导致钢珠崩落 最好选用钢片填充锤子 在制作时需要先切削出两个中空的锤身 然后拿出一块大钢片 把它切割成形状和大小相同的小钢片 并打上圆口 接着准备一根上下都带有螺纹的钢棒 先固定在其中一个锤身上 把小钢片都套上去后 再将另一个锤身对接拧紧 等焊接打磨结束 还得为它套上套头、锤柄和锤头 这种钢片时无反弹锤的内部 就像是一个打击结构 钢片只会沿着轴的方向进行上下移动 所以和钢珠相比 它的精准度和打击力会更高 虽然在面对一些高强度的工作时 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但软性材质的锤头 加上无反弹击打功能 这把锤子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 减少被击打表面的损坏 比如在木工作业中 用死锤敲击弓箭的话 木头表面不容易产生裂纹 再比如在汽车维修中 敲掉卡住的轮网 以及用于骨科手术等